由基利资料照,美联社体育中心,综合报道鲍龙队在今年展现了称霸东部的决心,在交易截止日当天从灰熊队交易来了明星中锋M盖索马奇加索尔,而根据鲍龙TRIM游击 利马赛事理表示,球队将锁定买断市场继续进行补强 由基利在公开的球团记者会表示,将积极地寻求买断市场中的优秀球员,补强球队不足的战力,请继续往下阅读 鲍龙在本季的交易截止日送走了瓦伦丘纳斯、乔纳斯、瓦兰西纳斯、D、莱特德龙·麦特、小麦尔斯、CJ米尔斯等球员 加上雷纳德·卡瓦·莱昂纳德在对上老鹰的比赛中轮休,所以当天他们的比赛仅有9名球员可供出赛 而这样大动作的交易也让鲍龙的球员名单出现了许多空缺,所以买断市场会是他们填满球员名单的好选择 他们希望在顺利补强后能够在季后赛称霸东部,闯入总冠军赛 而目前被买断的球员中,根据报道指出坎特·恩斯·卡特和埃林顿·维恩·埃林顿都是适合暴龙补强的人选 但NBA的规则指出,更换新东家的球员想要进入季后赛名单就必须在3月1日前被上一支球队买断成为自由球员后 在NBA球季结束前被拥有季后赛资格的球队签下,就能顺利进入该球队的季后赛名单 符合上述资格的球员才能为暴龙的冠军之路做出贡献 还想看更多新闻吗?欢迎下载自由时报APP 现在看新闻还能抽奖,共7万个中奖机会等住你 iOS 赛点https 双斜杠-qoo.ql-qc70r 赛点https 双斜杠-qoo.ql-vjs3lv活动办法 https 双斜杠-draw.ltn.com.tw-slot 下滑线 v8斜杠已经按了 谢谢,相关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